明朝年前,杨州一带煤矿众多,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子都到矿上当起了矿工。 一日,观音菩萨云友至此,见凡间一处山头似有异样。 菩萨掐指一算,这个山头的煤矿即将踏方。 不好,此处百姓有灾祸。 现在有几百个矿工在发美,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不愿看到这些人白白丢了性命,便慈悲下凡解救他们。 菩萨化身成一个讨饭的老人来到矿地上,远远便看到一个小伙子在捡石头。 小伙子,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,你行行好,给我一点吃的好不好。 小伙子,见这个老人慈眉善目,虽然年纪很大,但两眼炯炯有神,便准备去拿窝窝头给他。 好,老人家,我这就去给您拿吃的。 说吧,小伙子便朝着工头跑去。 老大,那边有个挨饿的老人,我们给他拿点吃的吧。 你这小伙子,整天偷懒不干正事,快干活去。 可是,他真的太可怜了。 快拿快拿,回来了赶紧干活。 老人家,快吃吧。 年轻人,你快去告诉他们,这座煤矿,马上就要塌了,让他们赶紧出来吧。 老人家,我们在这儿挖煤好几年了,一直相安无事,你怎么知道这况就要塌了呢? 只要有一双慧眼,自然可断吉凶,知未来。 小伙子听了这话,心想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,便连忙跑去通知大家。 老人家说这里要塌方了,大家快快离开。 哈哈哈哈,这老头的话你也信,真是笨蛋呀,可不是嘛,赶紧干活,别偷懒了。 老人家见小伙子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了,要到他未能说服众人。 小伙子,你们的宫头在哪里?在那儿呢? 这座煤矿,马上就要塌了,请你通知大家,赶快离开吧。 我说你这老头啊,别在这里疯言疯语糊弄人,这况哪里有要塌方的样子,乌鲁公妻谁负责? 再说,我们是死是活,关你什么事,要你多管闲事。 进宫头不听劝告,老人直得摇头叹息地走开了。 不一会儿,工地上来了一个美丽的少女,手里提着一个篮子,篮子里装着热气腾腾的馒头。 又香又甜的热馒头,不要钱免费吃。 又香又甜的热馒头,不要钱免费吃。 用馒头,还是免费的,走走走,过去看看,走走走,过去看看。 工人们听说有免费的馒头,全都过来看。 啊,真的塌方了,刚刚那位老人说的是真的。 矿工们看着身后,都惊出了一身冷汗。 再转回头来,那送馒头的少女早已不见踪影。 这时,只见矿地上腾起一片红云,观音菩萨端坐云端。 长怀慈悲之心,方可逢凶化吉,心中常念观自在,一切灾殃,化为尘。 感谢观音菩萨,慈悲救度。 感谢观音菩萨,慈悲救度。 矿工们回家后,到处讲述今天发生的事。 于是,观音菩萨矿上救人的故事,广为流传。 人们也纷纷在家中,供奉观世音菩萨下。 祈祷菩萨,保佑家人身康体健,遇难成祥。 矿工们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。 一起在山上,建起一座观音庙,前来拜佛的乡客,诺意不绝。 后人有诗赞语,观海阿怒观世音。 妙善缘民不思议。 消沉龙于诸鬼难,度脱友情,充伦你。 这次观音菩萨的显化,就是阿怒观音。